彰化一对父子趁着台风天 开着货车将路旁的机车载走 这对父子他们以车为一家 居无定所 警方跟肩埋伏 发现他们触没在彰化扶行商 冒着强风出洞 破窗张人制服 人警看到货车已停在路边 一拥而上 通上去逮人 陈信嫌犯根本无处可逃 人被侧压在地上靠 现场还能听到呼呼的风声 因为当天小选台风来 陈信嫌犯是偷车贼 他跟父亲开着货车 把人家整辆机车扛上车载走 而且他们以车为家居无定所 警方跟肩埋伏 几次要上前盘查都被开车 加速逃掉 台风天陈信嫌犯开货车 出没在彰化扶行商沿海的一段 原警顶着前锋出洞 破窗被人家 破窗制服陈信窃嫌 经搜索当场查扣 实现重机车车盘一面 以及一级毒品海洛因一包 警方调查货车上还有毒品 陈信嫌犯也因毒品被通其中 随后带他到南投县住家 找回失窃机车 一同下手行窃的共犯父亲 也道案说明 父子联手偷机车 现在则是一起被移送法办 记者 戴耀茂 正好报道